白化佛法实际上就是说将深奥的佛学理论用到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大家懂得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断除自己的无名 无名是什么 就是无名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就会有习气 比方说我对这个人不了解 我就会对他有看法 我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自己调查 我就认为他是错的 那么你这就叫无名习性 因为你对事物的错误的看法造成了你对人的一种不平等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首先要了解 了解就是能够开悟的前期 因为当你开悟的时候你一定是了解他了 当你这个事情能够解决的时候 你一定是认识到他的问题的这种个性 所以才能能够了解他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学佛得到法喜 法喜就是这个充满的那种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喜悦 而这种喜悦呢是 我们学佛人之前和学佛之后应该懂得的 所以不管从物质到理念都可以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当你学佛了这个事物就随着你的心愿而在变化 当你不学佛了这个事情又不随着你的心愿在变化 所以菩萨悲心悲悯众生 给予我们救度 所以 师父也是跟大家讲要好好珍惜佛法 过去我们经常讲 佛法难闻经已闻 我们说 人生难得 经已得 当我们得到了佛法之后 我们皈依正道 我们让人为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们学习佛法 都开了智慧 我们坚持好好地学下去 那我们就会得到 无量无边的发泄 所以学佛还要注意一点 要无 称卦心去学佛 就是要没有恨人家的心 没有去挂碍人家的心 去学佛 以及名利 全部都会有挂碍的 如果这些东西舍不到 舍不掉 那你就做不到菩萨 你可能就会与菩萨无缘了 只有什么都舍了 境界提高了 才能修成正果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菩萨是有境界的 为了众生可以下界 来受苦救人 而我们现在为了救度众生 我们要舍去自己很多的利益和时间 有时候我们也要付出的 所以有一句话 舍才能得 不舍就得不到 所以叫舍得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 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有时候我们的缘分 非常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经常和一些不好的缘在一起 那我们的好的缘分就慢慢的 善缘被人家污染了 就犹如一个孩子 生出来是非常的纯洁 他经常和那些不好的孩子在一起玩 时间长了 他就染缘了 他就染到了恶的缘 这样他就会经常有恶缘在身上 所以学佛人经常讲 学佛要有一个好的缘分 要有一个好的境界 要有一个好的师父 听佛讲经 闻学佛法 因为在末法时期 所以一定要当心 一定要懂得 怎样让自己的缘分 不要受到污染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做人学佛 要修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我们经常说 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 好好地修心 所以修心人信心是明灯啊 这个信心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 信心有了 你才会好好地学佛 你对学佛 这个正法 心灵法门都没有信心 那你怎么可能修得好心呢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感觉自己有可靠的 菩萨在帮助着自己 那你就懂得求人不如求己了 一个人的自信 储藏着丰富的宝藏 要挖掘心灵的宝藏 把好的善良的东西 全部都挖掘出来 用在你的人生 你会其乐无穷的 听众朋友们 大家想一想 我们做人都是这样 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们有时候又会不懂得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除 人世间的那些烦恼 所以要懂得对不学佛的人来讲 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而对于真正学佛的人 命运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因为当你学佛 你就会懂得人生 你就会开悟人生 我们一个人心正 就是佛在做主 如果你的心不正 就是魔在做主 所以想把心魔去除 首先要分辨是非 要用智慧去分辨 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到底好不好 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是真相 你把它看成假相 明明这个事情是假相 你却把它看成了真相 所以这些不好的假相 就会慢慢的盯着你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看到真相 真正懂得我们应该怎么样 无挂碍 无恐怖 无恐不顾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观世音菩萨经常跟我们讲的 我们念经要像没有念经一样 我们做善事要觉得自己没有做善事一样 我们只要念头出来 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善念 都是善行 这样我们就真正的做到了 念念念无念 好 听众朋友们 学佛修心并非一天两天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 长时间的努力 一定会得到善果